叶子壳 看到一个椰子壳 里面满水的 她就拿着壳 于是回家就怀孕 没多久 老公去世 那个老女人 就上了一个没有手脚的小孩 身体像一个椰子壳一样的 觉得很难过 她打算让掉 那个孩子突然说声 妈 我是人的 别把我扔掉 很可怜的 老女子也觉得可怜 所以留下 给她定名是椰子壳 长大了 椰子壳还这样的 不能做什么 她妈妈觉得很痛苦 椰子壳了解妈妈的思想 就请到 父王嫁给她放牛 听到了 椰子壳 父王也失忆 但又想 她是也不多米 而且 公妃也很少 所以父王就练乱 所以父王就练乱的 想不到 椰子壳 放牛很厉害 每天 她就在 一群牛后面 放滚着 晚上 又这样 跟群牛回家 一群牛 每一只 都吃得饱 父王很高兴的 就到 农忙 近期 仆人 都输去工作的 父王教 像个女孩 轮流 带翻 给 叶子壳 每次这样 两个骄傲的大姐 都对 叶子壳 很冷淡 只有 梁山的小妹 就对 叶子壳 很好的 一天 轮到小妹 带翻 给叶子壳 刚到 扇酒 她就听到 销声 灭脚走近 她就看到 一个 快无群秀的男子 她正在 坐上 一个 网床 睡笑 给群牛 吃早的 可是 刚站起来时 所有的 都看不见了 只看到 叶子壳 在那里滚着 很多次 看到这样子 小妹 就知道 叶子壳 不是平常人 就爱上了她 准备离开 富翁家时 叶子壳 追妈妈 到富翁家 请富翁的 最小女孩 嫁给叶子壳 老女人 刚听到 就十分惊讶 可是 看到 自己 小孩 苦求 她也 同意去 看到 叶子壳 带着 病 狼来 提亲 富翁 吵笑 想跟我 女孩 结婚 就回去 准备 金黄 一问 四手 十条 胖出 十枝 白酒石坛 送过来吧 老女子 之后回家 便难过 便想怎么办 才能给儿子 娶老婆 她把 遇见富翁的事 描述给 叶子壳 听 听完 叶子壳 就说 您跟她说 我会准备好的 老女子 着急说 儿子啊 我家里 什么都没有 哪里有 西洋 高的 那东西呢 叶子壳 说 您 别着急的 按期 叶子壳 都准备好 那些病理 还有仆人 抬着 礼物 到父王家 刚看到礼物 父王家画眼 叫三个女儿 过来问她们的意见 两个大姐撇嘴 致笑 叶子壳 太丑 并 牛身 摇头回去 只有小妹 点头羞怯 意思是同一的 当天下午 叶子壳 迎亲回家 演习待客 到晚上 蜡烛 都被点亮时 大家就看不见 叶子壳了 突然 从旁边的房子 走出一个 快无群秀的男子 跟新娘一起的 明白 是什么事情 默默包着 叶子壳 壳儿戏 小高兴地说话 不述来 知道这个信息 谁也虚轻 并高兴 只有两个大姐 就 疏促的 和 生气 叶子壳夫妻 一起生活 心幸福福的 叶子壳 很聪明 他专心读书 果然淡年 叶子壳就成为 状元 没多久 叶子壳被皇帝 派去邻居国家 走之前 他给老婆一个伙食 一把稻子 和两只挡子 他叫老婆随时 要把一些东西 带上身体 遇见困难时 一定用刀的 看到小妹嫁给一个 魁无群秀的高官 献诀的人 两个大姐 对小妹嫌恶 为了可也成为 状元的老婆 两个大姐 尊心迫害小妹 生着 叶子壳不在 两个大姐 叫小妹一起 输海滨 退小妹 到下海里 小妹被 鲸鱼 断下去 幸运 大浪把鲸鱼 退到一个岛 忽然 向其老公吩咐 要总是带稻子在身上 她就用稻子 破开 鲸鱼树来 然后 用火石点火 用火 烤鱼肉吃 这样 只小妹 只小妹就可以 带岛上 过日子 两只单子 也孵化 成好看的 一双鸡 作为小妹的朋友 一天 有一小船 转过岛 公鸡 公鸡看到 秋庆明 是不是 壮元 转请来 借我的 女主人回家 壮元觉得 奇怪 夏命令 上岛看看 想不到 岛上的 就是 自己的老婆 夫妻 被喜 消极的 见面 借老婆回家 壮元嗨 宴会 请大家 过来参加 可是 又叫老婆 隐身在房子里 不让别人知道 两个大气 暗喜 就给壮元 讲小妹 因为 去玩 被摔到死了 并 假装哭泣 壮元 没说什么 宴会 结束了 再把老婆 叫出来 看到 小妹 两个大气 害羞 就 偷偷 回去 然后 到另外的地方 活的 种子 以后 叶子壳 跟小妹 幸幸福福 在一起的 优优优独播